这里讲到大所应的果序 大所应果序 诸阴位时寒场阴序 阴位 阴位是阴 是阴阴的阴 位置的位 寒场的阴序 就像好像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基因 都有他的基因 这是阴 原因的这个阴 阴位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金刚界的 密教的金刚界跟太阳界 金刚界 就是属于果 就是果界 这个太阳界 就叫做阴界 阴界 阴界 由阴要修成果 就是刚开始的阴 因为阴里面产着阴子 以方便续如浇水施肥净之后 成熟如果 就好像种子 阴就是种子 那你给它浇水 然后给它施肥 给它清净以后呢 它就长发芽 它长成一棵树 然后就有了枝叶 最后又开发 就结果 就到了果位 得到果位 就是这个意思 事故交受果序 据送业 大所应果序 以果事贯之一切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大所应法里面 的果位 大所应的果位 是以四种贯顶 来给它成就果位 四种贯顶 就等于是 给它浇水 给它施肥 让它成长 变成得到的果 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四种贯顶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简单讲 就是属于 这个贫贯 就是外法的贯顶 内法的贯顶 无上密的贯顶 跟大也满的贯顶 这四个贯顶 就可以把一个人从阴位 得到了果位